王安你好,歡迎收看漲跌密碼,我是曾偉 今天要金融股領軍台股開低走高中場收漲61點 收在18436點成交量2773億元 今天的盤是如何分析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大宇國際投顧的張宇明分析師 張宇明好,投資朋友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宇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 檯面上的觀察,先來請教宇明老師 好,台股今天又漲了61點 我想盤面上讓很多人迷惑了 上個禮拜周限是跌49 這個禮拜到目前為止是漲了267 那如果我上個禮拜的扣掉 目前2022年的行情總共是漲了218點 但是你會發現好像很多所中的持股都已經跌得很慘了 為什麼?因為最近盤面上發生比較重大變化 什麼變化?金融股起來了 金融股起來會排擠到很多的股票的資金 因為金融股本太大了,我們看一下 大盤目前的格局還在創近期的高點 目前離歷史最高點是183點 還是非常的強悍 那我們這個盤面 看起來很強悍 可是藏了很大的危機 我記得小時候在看爸爸的命理書 他裡面都會寫 比如說急、凶 然後有一位會寫說 急待凶 那我就問爸爸說爸爸這個命盤 這一個為什麼? 他寫急待凶 爸爸就跟我說 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很風光 但是一不小心就倒了 你看起來很了不起 生意做得很大 一不小心就倒閉了 急中待凶 目前這個盤面一樣呈現類似這種格局 我們說開玩笑笑裡藏刀 你跟一個好朋友見面 很開玩笑要跟你擁抱 伸出雙手要跟你擁抱 那你伸出雙手要跟你擁抱 走靠近的時候突然就 一把刀吃過來了 這很可怕 所以這個盤面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好,那我們這個盤面哪裡有問題 我們看這裡 我們看資金的比重 金融股起來了 電子股休息了 金融股比重目前大概12% 電子股怎麼樣?下去了 金融股上來會有什麼影響? 投資朋友 目前盤面上 你去找多頭格局的股票 大部分都在金融股 那怎麼找? 你可以用股神系統多頭六星就會看到了 好,那我們看多頭六星 今天1月13號 那我們把它找一下 後面都是金、新光金、國泰金、富邦金、中信金、開發金 還有什麼金?台信金 那你發現還有兆豐金 盤面上一半的股票 多頭格局的股票都是金融股 金融股對其他的股票是會有資金牌集的效應 所以你有沒有很明顯發現電子小型股等一下 因為資金跑到金融股去了 目前盤面中心跑到金融股去了 好,我們看金融股創了近期的新高點 這個三線翻都有一段時間了 有一大段時間了 那我們說這個格局 是不是每一檔的金融股通常是對的 也不是 有些金融股還是弱勢的 比如說 這不對啊 這三個月前到現在都還在空頭格局啊 好,比如說萬萬寶 股價還在破底咧,對不對 這當然是不對的 賣出去到非常非常的多 那比如說 京城銀行 那這邊跌了四個月了 近期才開始有翻多跡象 所以我們說很多股票不是說啊 都OK的 高手最怕什麼? 最怕金融股漲上來 為什麼高手怕金融股? 散路他聽不懂 你說高手怕金融股他聽不懂 沒辦法 我們也沒辦法說服他 你聽得懂就聽 聽不懂就不要聽 沒辦法 高手最怕金融股上漲 為什麼? 因為他吃掉很大的動能 這個動能會被大部分 會被他吃掉了 就像這個車一樣 我們當兵的時候開美國車 GMC 你問那個駕駛兵 那個車好不好開 他說那個車 他有個特色 吃油好像吃水 他很恐怖 吃油非常的兇 同樣的金融股一樣 他佔的資金比重還在大 會把很多動能吃掉 第二個萬一你套到 你不曉得要套多久 套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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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解套 所以我們說這盤面 看起來大盤很漂亮 可是其實它是危機四伏 這是目前盤的狀況 懂意思嗎 好 那我們看 這就不錯了 中信金 中信金這一波 從25塊 22塊7 漲到高點27塊多 你看它漲了幾個月 9 這個10 11 12 1 你看它漲了 只要你四個月 四個月不就漲四塊多嗎 平均一個月就漲一塊多 沒有很了不起嗎 也還好 一個月一塊多 你要很耐心抱著 平均你看一天漲幾毛錢 到還沒有幾毛錢 如果22個交易者 平均兩天才漲一毛 那你覺得你抱這種股票 會很興奮嗎 最後還有它漲起來 如果沒漲起來 那就慘了 所以你看這一段時間 你看它漲很多 沒有 就漲四塊多也拿到漲很多 所以我們這段格局 當然是多了個格局 可是說真的 就一個 這個股市裡面的高手 他不一定有那麼多愛心 耐心去抱這種股票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如果一個月要四塊多 一個平均才一塊多 這幾個月還漲四塊多 那平均一個月漲一塊多 這一個月 你看我們11月超錯就賺71塊多了 那我們怎麼可能去買金融股呢 不可能 說真的我也不會買金融股 好不好 我講實話了 好 12月 一個月漲一塊多 那我們就賺86塊多 我怎麼可能去報金融股呢 我至今不會去移到金融股 當然這是我的操作習慣 不代表正確 是每一個人都應該這樣做 每一個人操作習慣不同 好 那我們說這兩個月 11 12月 我就賺158塊 我怎麼可能為了買金融股賺2塊 那報兩個月 不可能 這很明顯是不合邏輯 好 那我們看這新聞 這是今天網路上發布的新聞 台積電 他用四個字 六個字 百年難得一見 台積電盛況 百年難得一見 不容易 一個形容詞 百年難得一見 這不容易 好 那我們這台積電盛況怎麼樣 今年的營收會 預估會比較大的成長 資本支出也很大 好 那我們這時候請一下 會影響到什麼 那我們看他股價 這網路上說 他今年 這九個交易日 總共八個交易日 總共漲了7% 7.3% 好 那相關的一些設備廠 比如說漢堂 帆軒等等 會受到因為資本支出 大幅增加影響 這些股票就有機會來表現 好了 那我們看完這個新聞 百年難得一見 台積電 那我們看台積電 跟這些相關的設備廠 漢堂 帆軒 看他們的股價表現 到底好還是不好 來 台積電 好還不好 這當然不好 怎麼會好 這這裡跟月初 都還套牢 怎麼會好 對不對 所以當你看到 三個禮拜前的台積電 你會覺得它很好嗎 已經一年過去了 最後一個禮拜 不是嗎 這是2021年的年底了 當然看到這裡 你會覺得不好 最近三個禮拜漲起來 沒有錯 來 最近三個禮拜有漲起來了 還要有漲起來 如果沒有漲起來 我們回到剛剛的圖 摳連 這一整年 買進去很多套牢 不是嗎 所以你看營收創新高 資本支出要創新高 可是股價沒有表現 還好這三個禮拜 最後三個禮拜 最後2021年一個禮拜 跟這兩個 2022年這兩個禮拜 剛好漲起來 那如果沒有 沒有就call in 沒有就在盤在這裡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很顯然 這種股票操作 它有它的難度 甚至很多高手 他不願意操作台積電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講 好啦你再看 那你買了台積電 你要賺什麼你告訴我 幾乎一整年 最後一個禮拜 不是嗎 那你買進去 你告訴我你要賺什麼 所以操作股票 真的是壓箱寶 壓在那裡而已 當船的底部 穩置船身而已 其實這種股票要賺大錢 機會很小 那還好我們最後是三個禮拜 這個 2022年最後一個禮拜 跟這兩個 2022年開春這兩個禮拜 還好台積電有漲起來 那如果沒有 那真的很慘 不是嗎 那台積電到底出現什麼問題 我們馬上回到剛剛那張圖 好 這到底有什麼問題 那你可能從K線上 你是看不出什麼問題 我們把它切入這張圖 就有答案 同樣的範圍同樣大小來 看到嗎 原來賣出去 它這麼多 當然怎麼樣 問題重重 所以你看2021年過去了 我一整年我沒有碰過台積電 那如果你碰進去 大概也沒有很大的空間 我們就還好 最後這三個禮拜漲起來了 不然這玉庫無類 好不好 不管是基本面 多好的股票 投資朋友 也不是一檔股票 基本面很好 那股票就會漲 不是了 懂意思嗎 股票上漲需要一個 觸媒 這個觸媒 投資朋友 就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帶動它 不是基本面很好 股票就會漲 所以你的觀念裡面 你不能有這種思考 這些都做參考的 基本面 技術面 消息面 抽毛面 都有一樣做參考 它需要一個觸媒來轉化 它才會產生動能 然後才往上供 要不然台積電 去年一整年幾乎沒有動 那它一整年都不好嗎 不會都很好 可是它不會動 最後三個禮拜 然後才漲起來 當然跟外資買超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股票上漲 它需要一個觸媒 來觸動它 懂意思嗎 股票上漲 也需要天使地利人和 絕對不是一個基本面 就會漲 你千萬不要搞錯了 那如果搞錯 你2022年要交更多學費 台積電沒有人不認識它 台積電美國都知道 台積電表現去年就是這樣 我們說還好 最後這三個禮拜漲起來 不然它根本就一整年都沒漲 不是嗎 好不好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 設備廠裡面 這裡面有講到設備廠 比如說漢堂 帆軒等等 那我們看這股價 設備廠市場 訂單滿手 裡面當然包含漢堂 對不對 來看漢堂 不對 台積電這麼好 為什麼漢堂跌成這個樣子呢 不是嗎 投資朋友 這裡面有寫到漢堂 台積電的設備廠裡面有寫到漢堂 無城市 對不對 好 那請問漢堂這麼強 台積電這麼強 那為什麼漢堂跌成這樣 你們沒辦法解釋啊 那不是要資本支出會增加很多訂單 很多設備廠的訂單嗎 Share給他們嗎 分配給他們嗎 他們有機會來爭取到這麼多的訂單 四百多億美人訂單 那為什麼漢堂跌成這樣 沒道理啊 你也不曉得為什麼這樣跌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 來 哇 天啊 為什麼漢堂可以跌成這樣 天啊 這太恐怖了吧 那如果你買進去 幾乎一半耶 對不對 幾乎一半都賠掉了 到底出現什麼問題 你也找不到答案啊 台積電設備增加支出那麼多 漢堂總是可以分嘛 對不對 它營壽會成長啊 可是股價跌得快五成耶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我相信很多人是搞不清楚的 那每天都在基本面 他們不會去面對這個問題 他們跑避 我不要看這個問題 我當作不知道 問題你在股市都會碰到啊 你每次買到營收很老 股價大跌啊 航運股也是啊 所以很多人不會去面對這個問題 可是你偏偏在操作上 你又面對到 為什麼跌他搞不清楚 他也找不到答案 好 好不好 來 我們看答案 答案在這裡 就空投格局嘛 我的答案還不簡單 對不對 所以當你看到股價衝高 你不曉得這是危險的 這有危險耶 這很危險 這不是多投格局 包含到今天都還沒有翻多 你去追他幹嘛 像這種股票我是不會碰 我的操作原則一向是這樣 但我相信很多人不一樣 他會一直追蹤 他覺得營收很好的股票 他自己認為很好 他自己認為這樣就會漲 偏偏事與願違 然後就賠了一大堆錢 好不好 環宣也是一樣 我們看環宣 你告訴我 一整年九個月沒漲 都這邊要 那如果你買進去不就哭了 什麼時候漲 最後這三個月才漲 10月11 12月才漲起來 那前面這一段是盤在這裡 天啊 盤在這裡 這動彈不得 不是嗎 如果你買一檔股票 九個月不動 來 你受得了嗎 九個月不動 有啊 環宣就是 有沒有 九個月沒有動 最後這三個月才動起來的 所以我們在股票上漲 他需要一個觸媒 他需要一定的條件 這個條件不是只有一個基本面 不可能 他還有很多因素要配合 所以如果你只會一樣 你只會基本面 那對不起 你在股票上一定輸家 不可能的 懂意思嗎 你看這個就知道了 好不好 好 我們看金鼎 天啊 這裡 不是跟月初 跟年初一樣嗎 他就繞著這條線這樣 蕩秋千這樣蕩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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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年過去 現在又跟年初價格一樣 對不對跟今年一月不價格一樣 那不就在一年這樣 蕩蕩蕩蕩蕩蕩蕩繩蕩而已 所以股票真的是一個基本面 就能判斷 但不是這樣的 它有更深的東西在裡面 好不好 好 我們看聯電 天啊 連續九季營收工頂 這個多棒的公司 不是嗎 連續九季 一季上個月 天啊 那兩年多 連續營收工頂 有没有 这么好的这个绩效表现 那请问股价在哪里 你告诉我 这里不是跟这里 比这里还低 比四个月前价格还低 拉上去马上就掉下来 所以你这四个月买进去 你有赚到钱吗 没有 他已经说还在创新高 可是你赚不到钱了 所以有很多因素在里面 你要注意 什么问题 我的解释很简单 这格局不对 空头格局 曲线在空方就是空头格局 所以你看不懂一进去 不好意思 你先套四个月 你一年这种股票买三档就好了 四个月 三次十二一年就过去了 你买三次 套四个月的股票 一年就过去了 再见 明年再来了 2022又没有 再等2023 不是吗 好不好 好 鸿海一样 营收天哪 5.93兆 吓死人了 这么高的营收 吓死人的营收 对不对 营收的公顶 那请问鸿海股价在哪里 天哪 这个应该不是鸿海的股价 怎么可能这样 没错 它就是鸿海的股价 看到了吗 所以你买进鸿海 你就真的是坐在地上哭了 一整年都在帮别人拍手 好办法 股票涨天 好办法 你只能帮别人拍手 不是吗 那心理是在堂学 你的股票市场 不是在那边坐能板凳的 同意是吗 但是怎么样 你买错股票 在那边坐能板凳 也就算还赔钱 赔了时间又赔了钱 太可惜了 好不好 相对大盘 天哪 创新高 看到鸿海 真的是哭 你看多难过 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你要不要知道 当然要知道 天哪 这营收 这个营收跟这个 好像没有关系 卖出去那一大堆 比较重要 懂意思吗 这种股票 你看这样都是 这样买一大堆 卖出去那 这种股票 你不能买 我也没有买过 最少应该有一年以上 我不碰鸿海 为什么 格局不对 我就不碰 至少你画面 看到这一段 我是不会碰的 看到很多 卖出去那股票 我是不会碰的 好不好 所以我们从台积电 从联电 从鸿海 你得到什么启示 你知道架构不对 已经说创新高 都没有用的 什么面再好 都没有用 架构不对 就是不对 架构是什么 多空强落 支撑压力 敌人多朋友多 很多人搞不清楚 什么是架构 架构不对的股票 是不会涨的 懂意思吗 不是基本面前闹 股票就会涨 不要搞错了 股票上涨 需要一个触媒 需要一个 点火的原因 懂意思吗 需要有人来点这个火 当然最好能够 天使地利人和 又营收好 又这个 筹码干净 技术面又漂亮 那最好 架构完整 那最好 那买这种股票 你就很安心 这样懂意思吗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所以我们这一段股票上涨 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来 请你把它拍起来 架构正确 题材 市场认同 形成趋势 特定人马 接入拉台 这是我的看法 当然对不对 你慢慢去印证 印证到有一天 你会 原来这个才正确的 你看那些什么 基本很好 都不一定有用 那只是一项因素 如果要十项因素 它只是一项而已 它十分之一 没办法决定 这个十个因素 就涨跌 所以懂意思吗 所以它要上涨就是要这样的条件 好不好 那我们说观念一定要正确 如果你观念不正确 你每天还看着基本面在做股票 看来营收创新高做股票 那2022年你还在赔恩财 韩英股就是这样 韩英股都营收创新高 股价跌五成了 好不好 观念正确 工具正确 你用的工具是什么都没有关系 只要能够帮助你 很有信心 对不对 我每次看这个都会赚钱 那就是好工具 张韵明是不是工具一定要是你的股成系统 不一定 老师我都看KD都很准 那你就继续看 老师我都看MACD都很准 那你就继续看 老师我都问我家的猫 它都很准 两档选一档 他就给我这一档站过来 这档就会涨 那你就继续问你家的猫 你的方法是对的 能够帮助你赚钱就好了 不一定是什么东西 懂意思吗 好不好 股市里面最可怕的三件事 第一个一直没赚钱 第二个 一直没赚钱算 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你2021年买的股票 就是这个营收 买进去没赚钱 可是你也不晓得错在哪里 营收一直送信高 EPS很高 股价不会涨 旁边就是嘛 好不好 第二个知道错了 但是不知道错在哪里 是哪一个部分错了 第三个要努力学习 可是不知道怎么学习 不知道从何学起 到处看节目 越看书越多 不是吗 买市会来研究 理论冲突 这本奖跟这本不一样 不晓得听哪一本的 很多很正常 虽然很多投资人 在股市很可能 他真的不晓得怎么办 你知道吗 好不好 好 我们看ABF怎么看 好不好 ABF 印刷电路板 大陆家集成电路 里面最高阶的制程 最高阶的板 叫ABF板 将来的高速传输 我们现在四季要迈入5G 速度传输力变得非常的快 需要的传输变大了 容量变高了 速度变快了 它的板当然不是传统的 这个印刷电路板 它叫高阶的ABF板 懂意思吗 它才能够承载 很多的零件在上面 好不好 来 那我们说里面只有三栏股票 叫什么 新兴兰电 跟景硕 好不好 也很多利多都发出来 对不对 今天13号新闻 出货怎么样 先蹲后跳 先蹲就现在不是很好 未来才会更好 可是股价已经烂很久了 不是吗 台日怎么样 大局投资ABF宅板 怎么样 南坛业者没办法超越 台湾跟日本比较强 他们对做ABF板有兴趣 ABF板激烈震荡 内外支 富航 那我们看来 景硕 这里是四个月地点 原来真的是先蹲后跳 当你看到先蹲后跳 对不起股价是四个月地点 对不对 那你买进去就套四个月 你还赔了很多钱 时间也浪费掉了 高手重视不是能够赢多少 更重视 输的时候能够控制风险 该出场的时候你要出场 你不要套出时间 时间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懂意思吗 原来这是空投格局 所以你买进去当然套 很简单 懂意思吗 你套多久 最少四个月了 南京也是一样 来 目前股价跌破 两个半页地点 我们看一下 一二三四四个半页地点 要找出钱 三线转空了 所以你买进去当然是赔钱 新兴设的ABF里面算目前最强 但已经跌破第六天了 三线破两线第六天了 这格局当然是有状况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跟他讲 观念要正确 工具要正确 如果你工具不正确 你买到转空你都搞不清楚 那景硕一直买一直买 都跌 转空四个月你还在买 那你怎么可能赚钱 懂意思吗 好不好 赢价有一套逻辑 书价有一套理论 都写成了书 你看书有用吗 都在书店卖 你也不想哪一本是对 哪一本是错 哪一本赢家写 哪一本书家写 所以你去书店看书也没有用 你根本不想 那是赢家写还是书家写的 对不对 那最后你去买回来看 万一你看到书家写 哪里的戏 你越看越死 好不好 股市最安全路 就是跟赢家同行 有没有道理 你可以在YouTube里面搜寻 张颖铭分译师按订阅 你可以在LINE里面 搜寻 小老鼠A25006999 你发上来 电话留下 有什么问题就发上来 赢家写会尽速回答你 时间交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东森粉丝耐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赢家写会尽速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宇明会尽速回答你 欢迎回到掌舌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2020年面临很多的问题 包含通膨 包含升息 你看美国 12月CPI7% 这很恐怖 费得要缩紧货币 来引领通膨 通膨非常严重 升息次数 可能不是三次四次搞不好更多 所以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当然冲击到 股市的一个状态 好 所以我们说2021年 如果你没有办法赚到钱 现在2022年 才两个礼拜 你会发现 你要赚钱更困难了 懂意思吗 市场 目前的焦点 目前的主軸 当然短期待在金融股 中长线2020年还是电动车 电动车 特斯拉增加243% 在中国的出货 好 中国出货 电动车增加1.6倍 很热 大家都在买电动车 三星跟热金 他们都要考虑 跟三星跟着Sony一样 投入造车 做连造电动车 韩国KIA 做出第一台电动车了 上市 在台湾上市 这台在台湾上市了 目前定价是126万 到188万 最高档的 188 这台电动车 看评论是感觉上是不错 好 后盔三雄 今年的获利会比去年更好 吓呦 吓死人 今年获利比去年更好 赵云铭怎么看后盔三雄 怎么看韩运股 来 常总 格局不对 阳铭 格局不对 万海 更弱 去年赚28块 今年更强 不是要赚30块 可是格局很弱 所以你去买它 对不起 你就套在里面 动弹不得 所以我们说 什么时候会涨 利多不涨 就是利空 利空 利多不涨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涨 就等到利空不跌 它才会涨 我们讲很清楚 听不懂 再看一遍 好 行业股 华航 不对 这三个卖出讯号 当然不对 货益里面 开头的26开头 比较强的只有这个 加利大 对不对 还有宅配通 所以目前我看好 只有这两档股票 是对的 其他都是不对的 好 鸿海卖天律 把天律卖得乱七八糟 鸿海自己本身也受伤 二十几亿进展股价也涨不动 天律股价就像自由落体掉下来 当你看到新闻 对不起 跌六天 来不及的 东森还是一样 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这是我看好的 除了刚刚讲两档货运 加上东森 海银股目前我看 就是三档股票 好不好 来 股市最安全路 就是跟赢家同情 好不好 获利永远是股市最美丽的风景 记得 小老鼠A25006999 交给就可以 我们先交给政委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传首席界分析的科普加兴权名 东森粉丝 那里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 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赢民会尽数 会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上面要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赢民会尽数回答你